音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斜秋 等一下我们来玩一款红白机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红白机啊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这种年代的 我现在二十几岁 对 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应该多多少少 你们应该都有玩过吧 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没没玩过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蛮经典的游戏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试玩一个游戏 我从小到现在我完全都没有破关过 这一款游戏呢就是马戏团啦 因为我们红白机嘛 我们红白机嘛就是拿这种 这种东西 然后去超扣那里面的角色 然后去破关这样 好像有五六关 可是我就是到某一关我就是破不了 然后它是有那种秘的 就是好像有四五条秘吧 你花完这些秘 你就是死了 你就要从头开始 所以我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是要挑战 我们今天就是要破关 破关才结束 来我们来开始玩咯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页面呢 就是一个游戏的一个画面 它有好多好多游戏 大概有五百多个 对这个小小的卡带里面就有五百个游戏 我买这个红白机买很便宜啦 然后你看回忆便宜值得 它这边有个小菜单 马戏团是93号 比较可惜的是这上面都是英文啊 C开头这一个 C开头我们就直接开始 一个人玩也可以两个人玩啊 对啊这最多就是两个人玩 不像现在的switch都可以好多人一起玩 然后这是它一个范例 教你怎么玩 我们没有要看人家范例 我们自己玩 然后它有分A跟B 那我们先从A就是比较简单 B就比较难 那我们先从A开始 好我们现在闯关第一次喔 跳火圈 OK 第一个蛮顺利的 这个呢玩这个就是不能心急 你一急啊 你就是直接撞到火炉了 对不对 然后像这个要吃不吃 哦这个就不行 我们就等待一下 因为那个如果我跳过去的话 我就直接卡到我的屁屁 完了好像 不知道是年纪大的关系 啊啊啊啊 没事没事 看这个画面走觉得眼睛 眼睛有点怪怪的 还是我刚下半的关系 啊啊啊 跟你们讲 完蛋了 通常在这个关卡是不能丧失任何一条命 你看 右上角有那个小人头 那个小人头就代表你有几条命 唉 完蛋了 我这个 死了一条命这样买合啊 没关系 我们就顺顺利利先玩下去 不要急 跳 啊 因为这个暗阶毕竟是比较老旧一点 好不吃 来直接给它跳过去啦 Oh yes 悲剧的第一关 加油加油 看能不能一次就直接入成功 第二关就是跳猴子啦 这个跳火圈也是有一点类似的 但是猴子 这个东西呢 就是铁牙皮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铁牙皮的猴子 就大家讲我以前小时候玩这一关啊 在某一个地方都会死 死很快 好嘞好嘞 不是这里 有一个比较密集一点的 你要比较早跳 就是这里 对就这样 这样就跳过去了 好猴子这边也不能丧失任何一条命 这样就是顺顺利利了 有没有 YES OK猴子这个很顺利 小时候很差死在这边死很多次喔 然后下一个很像是第三关 球球关 球球关也是很多人不会玩的 可是我个人我觉得我很会玩球球关 它就是一个距离的两侧 有没有 嘿 两球这样跳 我超喜欢 啊 啊 不好意思 太自以为了 太自以为了 唉 我剩两条蜜龙 欸 欸 差点感觉跳不过去喔 好这边两球一起的啊 如果你觉得你两球很难跳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像我这样拉 拉距离以后再跳 比较安全啦 就是不要心急 你看玩这个游戏培养你的心智啦 所以 如果 如果 家里买不起Switch啊 我是觉得买 红白机在家里 接个电视就玩也不错 这里可以接电脑萤幕 你家里有那个HDMI 就可以接 所以我现在在房间又可以玩 就是还蛮开心的 诶 奇怪 我怎么干话那么多啊 好 两球一起 诶 可是两球一起跳 你要小心不要撞到 撞到那颗球 有时候会蛮容易撞到 好啦 这边就简单了 下一关我好像有点不太会玩 第四关 我记得是马吧 对 马 这个有点难玩 马可以放慢 然后他也可以变快 没有没有 Baptist 没有 慢慢 慢一点 马 OK OK 不要 OK可以 慢一点 OK OK 马很难玩 耶 OK 可以 有點順利 啊 好啦 馬這邊喪失一條蜜 OK的 可是 哎呀 完了 死了 馬這個真的很難玩耶 然後下一關我其實更不會玩 完了 從頭 game over 你看這款遊戲就是 為什麼 唉 砸那麼大了 到現在還破不了的關係 再來玩一次 跳不起來啊 剛剛這邊應該放慢一點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這邊 加油 加油 欸 跳到了 啊 啊 來囉 第五關 第五關這個我真的不會玩 我只會讓它在樹上那邊盪來盪去而已 好我們試著跳下來 對我每次都死在這邊 我連那個都踩不到 就直接game over 超難 但是我跟你們講 今天就是要把它破了 我今天覺得要把那個破了 聽說那個就是最後一關 最後大關卡 我剛剛 還上網查了一下看人家怎麼破 可是看不太懂 但是我還是要再破一次 所以我們再從第一關從頭 破到那個時候吧 有人說馬這邊其實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我玩起來 它好像連跳上去的時候都可以 都可以減速 欸咻你看 跳就是快靠近的時候我們在跳 對不對 欸欸欸不不不不 喔沒事 我們快靠近那邊的時候再 跳過去 欸有沒有 我會玩馬了 你看熟能生巧 這是玩第幾次啊 是快過去 跳 我剛剛是怎麼 跳過去 欸欸欸沒有 你不要摸啊 不要摸籃子 不是繩子 欸 不要摸繩子 你知道我要怎麼飛過去 欸欸 我們要抓住 我至少已經碰到那個紅色 就是有一種 等速度運動有沒有 欸 目前還在這邊跳下去 它有時間限制 可以不要碰那個繩子嗎 欸不要再碰 我想想 喔喔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再 欸你試跳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過去 對 欸欸欸欸 你要學會放開繩子 啊 完蛋我抓到絕訣 我這一關應該可以破關吧 欸 啊 嗯 然後再給它按跳 然後那個 對面的繩子 快過來 那時候過去 然後再過來 啊 過去囉 跳囉 啊 你 啊 又給 好了啦 飛過去吧 沒飛 沒飛 沒關係 過去了 飛 啊啊啊啊 差一點 嗯 嗯 嗯 欸 我飛過去了 我們放開 不知道不知道 拿沒到 看板在那邊 沾板 沾板 那個跳板 跳板在那邊 然後這邊我們 重飛重飛 我們看好距離 對對對 好 飛過去 對對對 我剛剛不是PO到了嗎 欸 呃 飛了飛了飛了 yes 嗚呼 各位我現在在這邊 登登 我要過去囉 請問為什麼過不去 喔好緊張喔 這最後一條命欸 一 一 飛過去 喔可以可以 這這 擋過去 蛤啊 為什麼我跳不上去 飛了飛了 嗚呼 好這邊囉 我跟你講 我只要越過去我就移了 沒有越過去我就要get over了 我想像要怎麼擋過去 一 二 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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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啊 還有第六關 第六關是什麼 然後更難 更難了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竟然還有第六關 我以為第五關就結束了欸 就是難度B嗎 那很不錯喔 那我就直接挑戰難度B 喔感覺真的有點難欸 反應要更快喔 終於不會像剛剛那個前面快睡著了 喔兩個火圈是不是啊 可以啦 好像直接變難度B咧 原來結束就這樣 沒有什麼給我 我放煙火之類的 喔 我怎麼 好感謝 感謝主啊 讓我破關了 我從小到大沒有破關過喔 我真佩服我自己的毅力啊 多虧拍片對不對 來 哈哈 順利 我只能一條蜜欸 我一條蜜闖天下是不是 喔唷 我這邊 就是 變擠囉 變擠要擠一點 我這邊要小心喔 OK 那個你要先預估 啊等一下 鼻子好癢啊 你要先預估後面紅子的擁擠程度 你要不要提早跳 這樣你才有寬狂的地可以跳 有沒有 這邊就變成擁擠 欸 噢 喔 我明明就有安 啊怎麼沒跳 哎呀 第七關給我了 沒關係 至少我把我那個破完了 很開心這次啊 終於克服我自己的小問題 從小到現在就是那一關 每次卡 就是不知道怎麼跳過去 但是這次呢終於 練了好幾次 終於給他跳過去了這樣子 我覺得 哇 心中沒有遺憾這樣 那我個人呢 應該會蠻開心 就是有那種 紅白雞的一個影片啊 所以 有可能我會把紅白雞的影片 作為一個播放清單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玩 哪一塊遊戲都可以跟我講 想要看我玩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 有機會我就會再拍影片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喜歡 不要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再期望訂閱我是CH 大家我們爸爸了喲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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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